地底财竟在运通 欢迎收看古其来点名 首先恭喜大家新年快乐 12月过去了 明年111年会有好行情 那我希望你要把握 那我记得我上个月底跟大家谈 12月法人作战行情 你务必要跟上脚步 只有光12月这里 申达科往上走 Oh my God 涨了快八成 那如果没有跟上的 那接下来一月混 走势会相当精彩 但是我要跟大家谈 大盘是一个方向向上 那不是所有股票都会涨 你要懂法人 我一直谈到 你要懂法人 你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有可能下一档要买什么 大盘是方向向上的 这个几乎确定了 百分之百了 还有什么股票 这两三个月没有涨 它在足底的 这个才是你要买的重点 那我都准备好了 那我希望你能跟上脚步 我简单看一下 譬如说 它是足底的 红K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红K 这个也是红K 都没有追价 这整理五个月红K 这个才是你需要的 不是网上看到涨了 一路去追 你要懂得法人在想什么 大盘方向确定了 简单的例子 昨天跟大家谈什么 Oh my God 外资在这里买 大盘它是网上加码 我在这里买六支涨停 它这个盘是在第六支涨停 这个地方 连续买这么多天 那我说这个高点是多少 198 低点181 对不对 过去了 就还会涨 那这一档股票 我一张都没卖 但是我也实在不好意思说 叫投资人在这里去追 那等于是帮我抬轿 那我只是跟大家谈 这一档 我一张都没卖 我持续看好 我有可能赚到什么 赚到倍数 跟圣大科一样 他今天 他有利多出来 绿界科技 IPO 定价多少 1010块 这是创纪录 挂牌 从来没有挂1000块以上的 代表这一档股票 代表这一档股票怎么样 相当相当的好 那这体质这么好的股票 Oh my God 只有多少 31% 那这个才是他最大的利多 实质的利多 光是要抽签 你只要准备一档金 100万 抽上会赚到 那这个是真正的 Oh my God 利多 我说他还没有挂牌之前 Oh my God 都不是头部 那所以我一张都没卖 那你看法人买这么多 这是外资 外资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要怎么样 你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 大股东在想什么 你才有机会做教 110对不对 190几 这样有没有接近八成 这就是会会的价值 还会不会涨 我说我要赚一倍 我慢慢看 看有没有机会 应该是有的 因为他今天继续涨 那你相对的 你看一看大盘 大盘在这里 这几个月 连线是一路往上走 他没去 7月8月9月10月11月 他都没去 他在足底在洗盘 我进场 大盘是不是向上 那你错过 Oh my God 错过了圣达科 还有没有机会 我说机会都在 那我刚刚讲 这几档股票 都收中小红 那等他上去以后 起涨以后 是展开一整个波段 你是又错过了 他就五个月没有涨 就好像是 Oh my God 在这个地方一样 那如果法人抬轿 你就是坐轿 除了Oh my God 以外 你看看圣达科 我们成本73 他一路往上走 法人 这也是外资 一路往上加码 那所以73块买 到145 我说怎么样 一张都没卖 他现在到多少 到200多 法人是往上加码的 这个也是法人 往上加码的 字眼也是法人 往上加码的 所以我说我很了解法人 轻轻松松的 你的成本跟法人一样 甚至法人帮你抬轿 这才是你目前 你要考虑的重点 当利多还没出来的时候 你要跟着法人一样 在第一档去布局 大盘多头 我想这个地方没有疑问 资源对不对 法人往上抬轿 圣达科法人往上抬轿 对七六三 八十 七十三乘以三倍 刚刚好两百一 赚两倍对不对 这一百一 现在一百九几 那我说我要赚一倍 有没有机会 机会相当大 我一张都没有卖 但是我不能在这个地方 叫你去买 我奖不出口 那等于是帮我抬轿 那类似这样的股票 你要懂得去布局 外资今天又买 今天大盘拉回 拉回有什么关系 很好啊 化解一下 一些技术指标的太热 落地了高点 外资继续买 总共买了八百七十五亿 那外资在这个地方 我说它是认错行情 这个很重要 外资过去两年 卖超多少 我大概抓一下 卖超一兆啊 过去两年 外资做错 卖超了一兆 那现在呢 它连续买八天 让大盘穿历史新高 它是不是认错 它认错嘛 但它过去两年 卖了一兆哦 代表什么 过年后 一月开始 它如果继续买 大盘 会不会涨 会涨到哪里 一兆哦 希望大家新年快乐 在12月 那也希望呢 在春节之前 你能够赚一点红包 全新的布局哦 如果你错过森达科 错过Oh my God 倒数的最后机会 因为优惠呢 就是最后一天 那类似这种股票 足底五个月半年的股票 我要带你低档去买进 就跟当初 买Oh my God 买圣达科一样 我想呢 在111年 多头架构 我想没有人会火热 但是重点是 要能赚钱啊 这要靠实力啊 你要懂法人 对不对 最后一天哦 最后一天 自己要把握 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陈通投顾的生日 就是感恩会员日 特别为您献上最大的感恩入会礼 今天入会一日给您 一八折 一八折 就是一八折 数部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最后一天 错过本档 机会不再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与之路 知识开线 0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那今天大盘头条 台股天天高 一月行情 外资七天 今天又买了 那我说过去两年 过去两年 外资卖错 看错行情 一路卖 卖了多少 大概抓一下 一兆 一兆的资金 那这七天 这八天 外资买回多少 八百多亿嘛 那八百多亿 都跟一兆比起来 差多少 我们不要讲一兆 讲一半好了 五千亿 那再加上内资 受险资金 政策做多 那这个盘 会涨到哪里 那重点是什么 你抓住方向 多头 那接下来呢 不是所有股票都会涨 你要全新的布局 在一月要好的开始 最后的机会嘛 你要了解法人 就好像十二月 你如果没买到这种股票 法人是外资 是往上加码的 那这一段就是 做教码 会会的价值 对不对 每个人都有 Oh my God 森达克涨一倍 每个人都讲 那我说全市场 只有我敢讲 森达克我73块买进 Oh my God 我从第一支涨停 赚到第六支涨停 我负法律责任 那我们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跟金光党谈 那重点是什么 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股票 那法人来抬轿嘛 那这一段就是 你会会的价值嘛 你在这买 他在这又买这么多 不要乱买 我举个例子 今天报纸 头条 一样是头条 华为建进原厂 找台积电供应链 对不对 去追啊 套牢 报纸你有没有看 这是船 船就是怎么样 据说 出现天亮 涨停掉下来 我说这种突发性的利多 你要懂得分辨 突发性的利多 是不是在炒作 那你要在利多之前 我说像这个就是实质的利多 一千块 Oh my god 实质三成 这才实质的利多 当然你要在利多之前 先进场布局嘛 马上来做教八成 对不对 那这种呢 你要去注意啊 这是传说据说 那你去追 是马上套 这也套牢啊 也是大量啊 中砂也是一样啊 那你多头市场又卡住了 你怎么赚钱 这是天亮啊 这下礼拜要往上这里要突破 那不然这里都是套牢啊 不是多头市场 每个人都能赚钱 你要再看一看 这个也是利多 因为三星 在西安的厂呢 西安是封城 台厂得利啊 那这也是突发性的利多嘛 我说你要的是 这种实质的利多 这突发性的利多呢 因为之前 谁知道西安会封城 那你去追高呢 会不会套 Netflix供应链啊 记忆体模组啊 马上呢 让你掉一只跌停 你怎么赚钱 这么大量 下礼拜会往上走 天知道 那你这里呢 你马上赔钱了嘛 那包括华邦店 你要注意这种大量啊 那如果这里是这里呢 这一套套都久 大家记不记得 十月的时候我在买什么 买长龙 那我跟大家谈什么 我说华邦店到底了 不要卖了 有没有 它现在是主底上来了 那你在这里追 这里不买 那这里追跟这里又差多少 差一点点嘛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找一些足底的股票去买 那万一套住呢 万一套住呢 多头市场还是很多人赔钱嘛 我说你要懂得解读啊 你要看懂头条对不对 不要冲动乱买嘛 全新的布局 好好找一些股票呢 低档去买啊 像十二月呢 满天金条啊 那你错过了 很可惜对不对 那一月呢 全新的开始嘛 全新的布局 我说你要懂华邦 像这种 这一段八成 就是汇汇的价值嘛 大盘这里开始涨 它没有涨在主底嘛 那你在这个地方进场 华邦拉台 外资一路买 所以我说我要赚一倍 我有没有机会 应该有机会嘛 那我们慢慢看嘛 那我说这种股票呢 我实在讲不出来 让你去追价 我们在这里买嘛 这第一支涨停 我说我从第一支赚到第六支 全市场只有我敢讲 我负法律责任嘛 那类似这样的股票 这个也是刚涨嘛 它还是整理多久 五六个月 一档一档操作 那大盘多头往上走 创新高 你不需要去找创新高的嘛 你找足底的股票去买嘛 要请你一起做教 机会 最后机会 机会不等人 优惠也不会等人 最后一天 自己要把握 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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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通投顾 特别为您献上最大的感恩入会礼 今天入会一日给您 一八折 一八折 就是一八折 数目专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最后一天 错过本档 机会不再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 最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知不该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那首先我们看一看大盘 这张图在讲什么 连线向上 涨了三个月 你找这三个月没有涨的足底股 这里去买 大盘方向确立了 找足底的股票 你要懂法人 你要了解基本面 有一些潜在力多 一档一档去操作 你就很轻松的做教 因为大盘是多头 那我说为什么 我说未来可以期待 外资过去两年 过去两年他一路卖超 这两年加起来卖超 大概有一兆 你看他最近连买八天 不到一千亿 才买八百多亿 那这一兆 我们不要讲一兆 讲五千亿 那大盘会涨到哪里 那不重要 重要是多头 多头来了 你也不一定赚钱 那你大盘方向抓稳了 认错这里有一兆 行情可期 那说外资认错 他休假加班买八天 那目前还有一大堆投资人 放空了 农卷还没有回补 我说外资都认错了 外资赔很多 这两年一兆 他这里都认赔了 他看到什么东西 疫情没有结束 台湾又捡到枪了 而且外资是加班 休假期间加班来买 我说外资认错了空头 你要不要回补 那空手的呢 外资都加班来买了 你还在空手 当然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嘛 但是我对会员的承诺很简单 我只会带你 在低档去做教 去买进 那法人来抬教 因为我相当的了解法人 这一段八成就法人抬教嘛 我买在这个地方嘛 我护法律责任啊 跟森达科一样啊 我说满天金条 12月呢 你真的错过了很可惜 一万八早就过去了嘛 那医院呢 外资认错行情哦 这有一兆 你找这种足底的 大盘在去 你足底的股票去买 你为什么要放空 为什么要空手 机会都在嘛 最后的机会啊 我们今天讲 Oh my God六支涨停了 我续报 我说要等这个 那这个今天来呢 报纸利多啦 这是实质利多嘛 要抽签啊 IPO一千块呢 是创新高哦 没有人IPO抓过一千块 那这两股配合多好 要抽签要准备一百万啊 那Oh my God 持股31%啊 难怪呢 他今天又涨 这里有一张豆腐麦略略 他今天又涨 他如果突破198呢 我就有机会怎么样 赚到一倍啊 跟森达科一样啊 森达科我73块买的 现在大概210乘以3啊 赚两倍啊 我想满天金条 包括资源 你要让法人来抬轿嘛 下礼拜再上去呢 我就赚一倍啦 那类似这种股票 那类似这种股票 一档一档去操作嘛 就跟长龙一样啊 长龙我还是看涨哦 他只是股本比较大 他要整理 你看这个底有多漂亮 那大盘在这个地方呢 你要去注意啊 有哪些股票 他值得去布局啊 就跟之前我们讲 森达科一样嘛 波段的低点对不对 一路喷上去啊 这七六几嘛 好不好 七六七六三嘛 我不只买一次啊 他是喷上去一百五 现在两百多块了嘛 波段低点啊 健翰也是嘛 这二十这里三十八 一样嘛 也是赚了快八成啊 资源也是啊 那我要跟大家谈 操作上呢 很重要的是 第一个你要把握行情 然后你要找一档股票呢 一档一档去布局 对不对 我说全新的布局嘛 那你要完全了解法人啊 法人抬教 法人抬教 而且是往上抬教 这赚两倍啊 这往上抬教对不对 那一档一档去操作嘛 从第一支掌停 第二支一路往上走 到第六支涨停 那我说类似这样的股票呢 还有没有像这样子 第一支涨停 开始做教对不对 去八成嘛 第六支啊 重挫足底对不对 大盘在这两三个月都在涨 他没起嘛 那现在同样的情况嘛 一月你要找这种股票啊 它足底一样啊 五个月啊 六个月 这刚刚进场 都红K嘛 都红K对不对 邀请你轻松做教啊 机会 他不会等人 那你要完全了解法人 在操作什么 对不对 找重挫足底的股票 一档一档去买 那我很了解法人 机会一直都在 那你需要的是真正能 带你赚成的老师 多头市场 你不一定赚得到钱 机会呢 也即将结束 最后一天 自己要把握 自己要把握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 登记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 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大证券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打败懒得动